你这样子来说我是不专长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严重藐视我们议会的监督权利 不满日前质询遭呛不是你的专业 多位国民党议员以程序发言 人番杯葛柯文哲上台报告 你说议员没有专业不可以问证 那你自己没有专业你怎么可以当市长 所以我们觉得你应该收回 你应该跟郭委员道歉 市长对于我们议员不够尊重 其实收入的是我们所有的议员 不分蓝绿 你给胜男的契配 然后今天要来要钱 你觉得这个钱我们给得下去吗 那我这个地方还是要跟郭志安表达抱歉 因为你要相信我对里没有一个议员 都是很认真的 道歉在道歉 好不容易平行风波才顺利上台报告 但议员们炮火才刚刚开始 如果有一个中山区的特定营业的业者 然后重复的在发生这样的一个案件 您说要把分局长拔掉是吧 我一两件就可以 如果是重复的 每次开什么玩笑 这个就等于没有在管我 这是不是官权局也要负责任 不是完全警察局的责任 所以我在这边帮我们的警察 同仁也要讲几句话 不要动不动 就拿要拔掉分局长 来作为你政策宣示 旅馆涉毒问题 柯文哲一度喊要拔掉分局长 让议员看不下去 续证总预算想要过关 当然也没这么容易 你把人家下一任的钱 统统把它编满了 要花下一任的钱 有的更过分 编到113年 你下一任一定会连任成功吗 算一算超过550亿耶 可以这样子吗 花下一任的钱 通平明明任期剩下一年多 却把预算编好编满 看来这会期总预算案 想顺利过关 柯市长可得绷紧神经 欢迎新闻 廖文普旅家横台北报道 任何万脑市场噢 平安 资国市长可得终于 写杂